邵白和邵哥中,罕有人到达的神游玄境到底有多逆天? 白小唐将天下武学划分为两个大境界,一境之上和一境之下。 一境之下只是寻常的江湖武夫,一境之上分四重, 依次为金刚繁静、自在地境、逍遥天境和神游玄境。 金刚繁静,深入金刚,不取六成万法,无坚不摧。 它虽然是四重中最底的一重, 但讲究的是锤炼根基,将自身锻造成金刚不坏之体。 如果有人愿意停留这个境界,反复锤炼体魄, 那么金刚越级击杀逍遥也是有可能的。 这一重的代表人物是冰神罗胜。 我不是瞧不起金刚繁静,我只是瞧不起你的金刚繁静。 自在地境,心若自在,地上无敌。 进入这一重,就可以修炼适合自身的秘术和功法了。 比如叶鼎之的不动冥王宫,雷梦沙的精神指,王一行的无量剑。 因为对敌之前,谁都不知道对方修的是什么秘法, 所以同级别对战中,无人敢称必胜。 逍遥天境,以天道为武力,所行之法与万物呼应。 毕生能踏入这一重,就可以称之为人间高手了。 所以,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的永安王萧楚河, 才会被称为北离第一天才。 逍遥天境,又细分为九萧、扶摇、大逍遥和半步神游, 这四个递进的境界。 剧中常见的剑仙、刀仙、枪仙等人物, 一般都达到了大逍遥境及以上境界。 后期绝大多数能称之为高手的, 也都扎堆在了逍遥天境。 神游玄境,静坐闭目,神思就可畅游万里, 代表着元神可以暂时独立于身体俯瞰大千世界。 这已经超脱了凡人范畴, 拥有了传说中仙人的能力。 仙分五等, 这五等仙分别是天仙神仙, 地仙人仙鬼仙。 那些尚在半步神游玄境能够一顺入神游的, 大约已达到人仙级别。 只有完全踏入神游玄境的才是地仙, 也就是陆地神仙。 整部剧中真正达到神游玄境的主要人物, 只有李长生、墨依、百里东军和骆青阳这四位。 李长生离开天启城时, 墨依守在蓬莱仙导不出世, 百里东军和骆青阳尚未踏入神游玄境, 世人皆不清楚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。 所以很多人认为只要踏入神游玄境, 就有可能成为继李长生之后的天下第一人。 当我成为天下第一, 我要成为天下第一。 天下第一, 或许真的有戏。 实际上, 一些功法修到极致, 确实可以让人踏入神游玄境, 到底有哪些功法呢? 我们下个视频继续讲。